植物大作战 大作诶 世事不同 不是每一次都是绝对的 就像上次的妹活咕 聪明法辈聪明误了吧 这次就耐心的接受惩罚吧 上次要是没有大块头普通巨师 小阿你能赢的 我要是拿了我也能赢 阵容里总会有一半是不顺心的 算了不啰嗦了 今天又是什么惩罚 快看吧小块头 好的老大 你今天的惩罚分别是 一 每句话后面说 老龙脑怒闹老龙 说我是大傻子 大作诶大傻子 小阿这是选择下 又不是直接惩罚 况且我这还没选呢 你笑啥呀 第二点肯定是不可能选的 我选第一点 不过是绕口令而已 老龙脑怒闹老龙 好了好了 惩罚已经开始了 我们进入正如选择环节 这期的苏仔偷稿来自于评论区 本期主题为 豌豆家族与寒冰家族的联合 与那些体型都是二的僵尸 你会发现 每方都是一个瓷卡植物 和一个白卡植物 老大先选 冰花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老龙脑怒闹老龙 那我拿冰西瓜 我再拿骑士弯道 能挡开那攻击 老龙脑怒闹老龙 我只好拿几枪弯道了 难道僵尸阵容 想挖起先选 当然是不接手僵尸 真无事要落了下风 僵尸阵容可不能这样 那我拿乌龟起手僵尸 远程攻击 出呢 老龙脑怒闹老龙 那个橄榄球里 我在拿橄榄球僵尸 那我给先锋橄榄 橄榄尸归我了 老龙脑怒闹老龙 阵容选择完毕 每天事件如下 一 既是豌豆家族又是 寒冰家族的职务 我方增加三个寒冰射手 二 随了解速效果的 机枪豌豆 机枪射手替换为 攻速1000的寒冰豌豆 三 冰西瓜的大招 没有冰西瓜的一方 增加三个冰西瓜迫击炮 但每个迫击炮 发射一轮攻击后要铲掉 四 随了远程攻击的僵尸 所有僵尸改具1000 五 弓手兼备的冰花 冰花血量变为2000 六 豌豆家族的支援 亦有机枪豌豆的 则增加三个火炬树桩 亦有骑士豌豆的 则增加三个豌豆田 如没有豌豆家族的植物 则增加三个豌豆教父 如两个豌豆家族的植物都有 则增加三个火炬树桩 三个豌豆田 和三个豌豆教父 随机事件介绍完毕 老大先偷投资 扔 哦 冰花血量变为2000 小蛙 赞你了呀 老龙闹闹闹老龙 可以 五方增加三个豌豆射手 我这个也不差呀 好了 双方战争摆放完毕 我们战斗开始 冲牙冻住他们 这一局我要一血牵齿 我要赢回来 老龙恼怒闹老龙 大嘴 我这又有头手可以用射手的 你要坚持住呀 小蛙过分了呀 骑士豌豆够屁 龌龟骑士给我撞 嘿嘿 你的活鸡手没了呀 还好骑士豌豆和龌龟骑士手撐住了 老龙恼怒闹老龙 他又如何 你看看你的仙风橄楼枪是很有吗 说我之前 你先看看自己吧 我话还没说完呢 撑住的呀 至少把小蛙的僵尸阵容打没了吧 2000血量的雲花 加油啊 冲 我们七手争取把鸡翔豌豆打爆 这样还有一些希望 啊 别 快快快 撑住 老龙恼恼恼恼 别费口舌了大嘴 这战区一目了然了呀 这可都是自己选的 自己排放的哦 我正应的公平公正哦 小蛙 我下次一定要赢回来的 我们等着瞧吧 撑龙撑龙撑龙 好了 这期食物大作战就结束了 期待各位小老大们的踊跃投稿哦 我们下期见